咱们穿成这样是要去哪里 放牛 当然是去路上散步 走 从这坐 那我坐这边吧 我好像撞到GoPro了 好碎的地方 上面顶上那个撞便行了 帽子重的我已经听不到日本人说了 没有 我们头都动不了 脑袋上像杂技一样顶着 确实要一直这样吗 你们穿这个衣服啥感觉 我感觉整个人被裹住了 我都扣不上 他这个帽子就像你半个头那么多 是的 而且戴上这个头就不太会动了 都是靠移动眼神来看周围的东西 但是头靠在这上面的话很舒服 真是 这边就睡了 对 靠在哪个地方都很舒服 我们要叫醒他们 你永远叫不清一个照睡的人 哈哈哈 安婆 嗯 我们要出发了 新的一期开始了 都可以密 哇好舒服 缘气大伤 演戏真的很消耗人的精气神 感觉到了 敬佩演员是吧 下演员之敬 下演员之敬 演员之敬 演员之敬 你们知道我们要去干嘛吗 我们要去干嘛 骑马 怕这个装扮 应该是要去干嘛 我们要去干嘛 驯马师 你们谁会骑马这里边 有会骑马吗 骑过马 谁 我 我都看不见谁 我在芒果TV再见爱人那个节目里 陪那三队分析骑马 我在我的家家好美这个节目里面 骑过马 我在一个景区 哈哈哈 骑过马 但是没有人牵着我不敢骑 对 我之前是拍旅游节目 那个驯马师牵着那个马 带我溜了一圈 对 自己不敢来 没有人牵过那种没有马 我 我没有 我是直接骑的 怎么上啊 啊 直接可以上 直接可以上啊 磨屁股 我想去 我想去其他的村啊 我们去陌生的城市寻吧 对 你们那里是谁说了一个这个笑话来的 对 没有彭博他们脱口秀里面 有人就讲过 骑马什么 有这么个笑话 有个胖子 对对对对 张晓哲 什么笑话 把马骑成骆驼吗 他就讲他很胖 他有两百多斤 然后他去骑马 然后那个骑马的工作人员看了他一会儿说 来 把那匹马捡出来 就特指迎接胖子的那匹马 对 那我再问你一个问题 徐志诚为什么每天在拍自己的穿搭 何广志在拍 徐志诚也在拍 他每天在小虹 他俩都是 故意的 他俩还去小虹处扫毛去了 他俩走的就是这个风格 在我所在的小区的电梯里面放了何广志老师他们的关于时尚穿搭的电梯广告 丢人了 对不起 丢人了 我已经点了不感兴趣 我强行告诉大数据 我不感兴趣 我不敢感兴趣 他有一天 他有一天带了一个发姑 玩拍照照片 到名胜 真的很想卸在一个软件 他俩有点过分了 我觉得 我还给他评论了 我的母语是无语 时尚剑 时尚杀手 我们就